美國麥亞蜜住宅大廈倒塌 當局宣布放棄搜殺生還者 重點改為搜殺遺體 事故死亡人數增加到54人 近8人失蹤 事故現場附近 星期三舉行悼念儀式 搜救人員、失蹤者家屬 和宗教代表等都有出席 為死難者默哀 事故發生約兩個星期 沒有找到生還者 官員宣布救援人員 當地星期四凌晨開始 停止搜殺生還者 不再出動搜殺犬 和探測聲音的儀器 認為現時已經不可能找到生還者 強調用盡所有方法 先下這個艱難的決定